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年的行情真的是非常好赚 而且你如果严格问我说 老师这行情你怎么规划这么精准 虽然没什么啊 虽然大盘上次就是选股嘛 我这节目不是应该改成 告诉你选股真功夫嘛 你要选股啊 明年选股会更加的什么 更加的重要 更加要什么 很多股票会有变化求出来 但是今年你不用担心 因为今年行情实在严格说 大家不敢相信 大盘这么快在战争没有结束之前 所以你可以长到今年 今天是封关嘛 12月29号 我们的交易最后一天 已经明年农年要来了 农中来了 所以今年的行情的话 实际上 涨到1746 多少一直空一直空 老天爷救了你一次 来到15978 11月1号 我特别在节目中提醒大家 K棒已经连三 月线的K棒已经连三黑了 连三黑 就是8月 9月 10月都连三黑 那也跌了1000多点 也跌了1500点左右 那所以 这行情来到16000 你如果没有弯腰减赚 真的太可惜了 而且要买对股 所以行情从15978 涨到现在 今天收最高1795 涨到快2000点 那这么好赚 你当然掌握11月 这个启动点也是可以 而且我当当股票 没有一倍 最少都有三成以上 都有三成 我跟你讲的价位 今天收牌是收黑 那是因为有短线 有一天卖 我也在卖 就滑邦店 因为第一目价 即将达到31块以上 之前就有送给大家 最少等到三字头以上 再考虑来获利 如果没讲 你来找我 我电话0800370888 我什么时候 叫你31块最高的 我会每天笑咪咪的 说老师 还有就没有关系 分批做什么 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因为这张股票 严格说是 我讲很久了 最少11月份你开始买 都还有什么 还有28块以下 27块都还 我记得都还有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是还我们的公道 但我们买到25 26也经过一分的震荡库 所以然后这边 涨了2000 总算赚个6块钱 我们25块买进到今天 包括昨天31块 陆续有在这边做个 陆续做个分批短线下车 也不是全部都看坏大 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满意了 27、28高层 你不要卖 不要卖 然后当然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获利 那大盘今天也收在最高点 那当然很多股票 就如果跟你讲 党党都是赚钱 最少你赚三成 那明年更好赚 因为大盘 真的我都不敢 我最怕的是大盘 我没有居高症 因为大盘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所以你要记住这句话 大盘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所以千万不要有居高症 那大盘的那个 最低点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空 每次看线型破掉的时候 你去空的 你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逃不到平货 那家机已经变喷射机了 今天也在最后交易日的时候 他送你一个什么 创了短破断新高 下礼拜 我们回来的时候 刚好是2020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会不会不小心 创了今年破断新 今年最高点是175.5 所以他这个地方 已经叙事待发了 那创了175.5代表 他创了天价 不只是五颗新的股票 也是一样 家机没有更高 只有最高 所以我恨不得什么 那当然这种股票 还是难免会有点 然后又像大盘 随时来到1746 463 他也什么 跌到 跌下来跌了1500多点 股票不会只会涨 不会跌 但是你要知道什么股票 跌下来到一个 相对一个抄跌的位置 你要弯腰减钻石 帮我今天操纵 也是这就是一个 弯腰减钻 一种最好的代表作 他什么 哪一点不如 不如那个散热族群的 应该说奇宏 谁看穷一眼 现在开始你要注意的是超重 因为才一百多块 他赚了明年会不小心在 日本公司吃下他之后 会不会什么 不小心 来个大幅度的成长 有啊 利空不跌就必大涨 所以起飞了 所以你要搭喷射机的人 你说老师我要搭机 我要搭你的喷射机 还有什么喷射机 当然是有啊 你要搭喷射机 谁要干嘛 你要搭飞机谁要干嘛 一定要买票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住 要买票上车 不要这个地方想要免费的 免费怎么可能 你去搭机 你不要出钱 你出去吃饭 有霸王餐可以吃 因为警察马上在抓你的 所以记住 没有免费的 做什么事都要付出代价 要有行动 才会有什么 才有何康 那这个行情 还是持续维持在AIPC上面 的扩散效应 那当然红金 华硕这两档涨 诶 红金实在没结束 华硕也没结束 这种要创的破断性 而且单单一个 一个多月以来 红金也涨了快一倍了 华硕也涨了相当多 所以相关领主件 会怎么有比价效应 实在今天 夹击跟操纵的上涨 就是一个比价效应 开始扩散效应 所以今天台股表现是还不错 对我来讲 早上行情这么大 还不错 当然只是还不错 明年会更 这样比今年更强 而且搞不好是 一辈子要好好把握的时候 一年只有一次的大行情 你不要说我没告诉你在这 等一下真的 真的行情大大 让你吓一跳的时候 直奔 我就跟你讲说 我不敢预期高点 反正明年就是我这辈子 可能是我今年也六字头了 六字头了 真的是你很多 你本身这一波行情 我从八十年代 就在股市里面 八十年代 像现在已经三十几年的时间 真的不是一老卖老 我告诉你这行情 真的是 就像刚刚台股在起动的时候 真的 会赚到你吓一跳 就跟八十年代那时候 那个台股在起飞的时候 那一段行情一样 但那时候股票很少 就一百多档 现在已经延伸到两千多档 上市加上规的股票 那时候你才记得吗 我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因为有些人才二三十岁 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 实际上真的那时候我也二三十岁 那时候我们在那个营业台上面 真的多少人要下一张单子 要拜托我们营业员 本身要什么 每天都 那个耗子本身是 排了满满满的人 都到外面去了 那单子你还要包红包 我是没有拿人家红包 你还要什么 跟他有良好高益心 他把你排到前头去 你才有办法什么 明天赚涨停板 就每天睡 你想买到任何一档股票 明天就赚涨停板 那现在行情 实际上并不输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疯狂 这些地方是理性中 整合之后的理性的行情 就是要选股 选到真的有大幅度成长股票 你会赚到 会比那时候好 因为那时候涨是全面性的 因为没有筹码嘛 所以只有买那些股票 现在不一样 他很多可以选择性的商品 但你要选到真正好的股票 就一档就够了 明年当然今年很多 你错过的股票 明年一样 会让你很惊艳的股票还很多 所以说你要当我们的喷射机 要先买票 那接着这个我们来跟你讲 这个行情就是 就跟选举有关系 选举行情这些 一波 一波来了 一波又来 一波波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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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政策的利多 就是越主流 那当然这行情 很多人说 选举之前应该没有行情 他就算没有行情 也是个无表现 就算没有行情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党会赢 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明确的 表明的是什么 就是不管谁赢 政策利多 一样都是在公共建设这个地方 你要去注意 这个地方 选举不管是 你看他们 他那个政策的 政策这个地方在做选举的话 所有的端出的牛肉 就是各党政治 在做一个 在做一个 在做个 辩论比赛 辩论的时候 他都在都 大家发表一些言论 都是往公共建设这个地方来自 我想你大家都 都不清楚 然后所以说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就是绿电绿人产业 包括 未来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包括那种年轻人有买房子 这都是政策利多 所以 你觉得这个地方 单单这个地方 大家都要往这个去 所以公共建设 势必是盘面上的 不管选后 选钱 都是一个主流 所以今天公信 为什么涨停板 现在这张股票的涨停板 也是因为 选举的加持 那工程的话 是他前三季不过赚了0.08 就可以这样涨停 但是他也跌下来过来 所以这种股票 只要指标在低档区的时候 实际上你都可以试着吗 就是铲个短也好吗 这样你有参与过 总比那没参与过 就来得好吗 那今天涨停板 就是你的 这样连续跌下来 也跌了一段时间之后 今天最低来到13.55 就喷上去了 所以他前三季赚0.08 实在也还不错 就可以涨停板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 谁有价值 就是新建 那新建 为什么这次涨得比较慢 严格的说 他之前已经早涨了一段 他很强 他未来会珠洋变 会不会超越公信 我觉得机会相当大 因为两个现在 差距越越小 何况他前三季赚这么多 那指标也是全部在低档 每次指标他在低档 他会涨一段 所以这次我认为 这严格说 这一段 上次这一段的时候 没有涨完 14.95这边没涨完 所以这一次的话 你势必 要再安心续报 安心续报 因为低档有真的 我目前看中 只剩下这一档股票新建 而公信也涨停板 所以这个地方 何怕只有 何况他是一家好公司 他真的 他刚刚上市的时候 是来到62块 这种2516的股票 他当然都是属于 营建公司 但是他是做工程 他90%都是工程的 都是特别的 像政府给他工程 这种工程公司 跟营建公司不一样 他本身的公司的 技术门槛 包括他的工程人员 各方面都是很指的 这个地方不是 不是可以随便进入的门槛 应该这样说 跟营建公司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对营造公司 跟营建公司 印象比较 卖房子的比较不好 实际上 他叫新建是公共工程的 而且这种前三季 他每一年年年年都有赚钱 前三季也赚了0.81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拭目以待 这也是明年的持续 还是一个 还未正式当大人的 一档很棒的股票 虽然他严格说 他已经是五星级的股票 他关键点在11块 所以不要挤 因为低价格他走的方式 会比较 比较温吞一点 甚至他 你这种股票如果报个一年 如果可以赚一个三倍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觉得他很 他很 他很不值得 应该很值得 而且我觉得他机会非常大 因为有一档去年 我跟你谈了一个正发 五十二六正发 也是低价十几块 十一块 实际上跟他的走势图 跟正发一样 我看得到 法人吃货的位置在哪里 那一档股票 现在已经三字头了 就算怎么正 也都是在三字头复制 就是三十块附近 那他既然跟 我看得到 他十一块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大很大 有人在 很大力的做一个买进 所以你就安心 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成本区 所以 不小心会不会这种股票 会来 会来跟正发一样 让你赚得笑咪咪 所以这地方你不要开玩笑 你一定要好好注意 因为这种股票 可能有一段时间 没有人会跟你讲 因为他会故意再洗一次盘 所以短线上的一个压力 真正的压力 是在十六块 我就跟你讲 第一个目标在十六块 你说老师怎么看到 所以十四点结果 我势必 他不真正的高点 我很肯定的告诉你 好 所以就这样子 那当然最好是雅巷 今天雅巷已经即将准备什么 记得啊 创高 这当然一定要 当然是一定会 今天收在哪里 172 最后一个这样子 那所以等于是宣布什么 他 新春开 就我们的2024年 元旦开红盘那一天 就是元月份的 元月二号 来这边正式第一个交易日的 四币 他直接就会跳过去173了 那主要是公共工程 这张股票今年在哪里 今年很便宜 今年我跟你讲的 持续跟你告知你的股票 这张股票 不管109块买进 这都是之前 我们跟大家谈的位置 包括 一直告诉你 他关键点也是11 他什么时候再来11 从9月28号开始 你自己注意看他们 早就已经是 但说我刚才说 一定要抱住 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而且只有关键点 你看今天是不是来到173了 172 173的地方 都是再创新天价 所以说有时候 什么叫高 什么叫低 你最重要是关键 你要掌握得好就好了 因为你知道有人在买就好了 我知道 你是不是反而在买 我是给这个地方叫你买 如果你这个地方已经早就卖出 说实话你也赚不多 我这张骨要讲很早 我讲在哪里 我八十四块跟你讲七张点 你可以再考虑 那为什么很多人不敢买 因为 他早就卖光光了 包括110块 158 我们都还在跟 我们的 好朋友做个 Line的 互动 虽然你不要 坦探夹尿醋 尿醋 就像如同这句话讲的 也是一样 赚一只鸡 赔一条牛 台语就要坦探你家小老鼠 尿醋 尿尿一只鸡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注意 有些股票你跟不上 我让你跟上 像你那时买110 你那时买110 包括买158 都是在继续在持续在赚 所以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都会告诉你 逢低做买低 包括 我们不预计它高低 有时候它该涨的时候 你要让它涨到什么 涨到 涨到不会涨为止 你说老师怎么叫不会涨为止 主流这边会有异味 它健康的轮动 所以不会只有这个族群 现在公共工程墙 搞不好过两天要休息了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行情难的难的 它也会 它不是那种一口气上 一直涨上去的 可是因为它不是一口气涨上去 里面有充满很多的机会 你要记住我的话 它充满的机会 就怕它不跌 就像亚乡是 它跌到一个相对的低点 就是你的机会 那今天要再创 即将创它的天价 所以这张股票是从哪里 哎呦 这么低的亚乡 当然是有 而且是今年 是今年 今年三月底的时候 它就什么 它还不过不到五十块 我就告诉你了 今天还在跟你跟你 要特别注意 然后说老师 等这么久 然后等多久 你不觉得今年就这样过了 二零二三年就这样过了 在你惊恐中 对台股充满的不信任之下 它就 冠冠难过冠冠过 就怕你没看我们的节目 有福气才看得到我们节目 因为那网路的节目 中天的网路节目 基本上都政治台 都政治 你愿意来看我的节目代表 你是眼睛很好的人 因为现在基本上 中天的那节目里面 都是充满了什么 政治的一个新闻 包括我们的节目 也是里面 就是那种小小的一个小节目而已 那你说老师 你为什么以前在现场录下 没办法 选举啊 中天你也知道 就拼这一次啊 中天 新闻台要拼这一招 当然我们也支持他 所以我们愿意 自己在家里 我自己录 转带过去 就拼这一招 因为如果要拼上 他就重新回到电视台去了 当然他要啊 那会下架还是什么 也是因为 因为政党的轮替啊 包括政府就不爽他嘛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我们在替 中天的所有的好朋友 加油 希望他赶快什么 下架 叉叉 钱我们还是要赚啊 你说 老师那如果没下架 这个我不敢跟你讲 因为这个地方 有时候这个地方 在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政府 也做的还可以啊 不管他有没有什么 黑钱各方面 但是毕竟他整合能力是比 来的比那个 比我们的战野党来的 比较快速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的确 五五波嘛 所以我也期待 可以什么 可以有一番的新气象 但是这个地方 也不是我所有的算数 所以来到101的 这个点五的雅巷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结果现在不敢自信 现在来到172块 173块 所以说关键点是很多 所以我要跟你讲什么 买霸王会不会让你特别好赚 霸王花便得让你发 花就会发啊 所以花开的时候 还没有卸的时候 正在花开的时候 你不要含苞待放的时候 你不要去把它摘了好不好 这么急好不好 所以霸王花会不会让你便于霸王发 特别好赚 一段行情 我今年的所有股票 都是一段行情 翻转以人生 雅巷是其中一档代表作 那当然接着来讲 我们为了规划 就是在这份的讯息 昨夜给大家提醒 CES展出了相关产品 主要还是AIPC的概念股 所以明年的第一季 一定是AIPC 是有它的扩散效应 这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 相关股都一样跟IER IC设计一定也是不会缺陷 电子股跟NB的品牌 等题材股 所以AIPC的换基潮就来了 所以这地方当然 我们一定要维系在这个区块上 所以我特别把这份资料 也告诉大家 你就拿回去吧 不会做的来找我 实际上我们进来 加基 涨停板的加基 也在这份资料里面 我都有告诉你 宏基华硕之后 当然 当然 这个地方你就要 照例先算 就像跌停板的话 3548照例 还是什么 还是相对在一个 还没有收跌停板 189.5 要代表什么意涵 你敢相近 你不敢自信 一场照例冲 没人要 没有量 连100张200张的量 我给你谈上来的 那我们今天也很强 这张股票 创造多少人的 财富重分贝 涨到三倍了 中间的加差都还不跟你谈 所以说今天 刚好休息一下 所以明年重点在哪里 这两档股票 不知道性景 都会轮涨轮动 新日新 是一档 也是一档 大黑马果 我跟你讲 不要看他今天跌 所以说 那我来买 可以啊 尽量买低就对了 你要赚小钱 不要来找我 我就跟你讲这个明白了 所以接着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的一个 轮动的速度 相当的 相当的什么 都非常的良性 那普类跟翔硕 翔硕今天也是 创了一个相对 波段的新高 对不对 好 接着 这个地方 我没有跟你勾上来的股票 就是整 整 整 就整机组装厂 这个组装厂 当然这个地方 营业达也蛮强的 广达今天也上来 但是我认为 你不要去太追高杀地 因为毕竟组装厂会强 代表AIPC厂 这个区块的一个 所扩散效应 那非常的不得了 你要买的 真正的是一个 真正的主流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可以慢慢跟你谈下去 不要这么急着自己的对号入座 那加基什么 是加责的子公司 加责的子公司 那包括很多股票 我们都慢慢的 一档一档 跟大家的规划 那包括操纵 实际上也在这份资料里面 它就是散热的 这个资料是从网路上 法人帮你连接下 但是真的好的股票 不在这份 加基也是其中的一档 AIPC的 AIPC的 也是AIPC 当然都是AIPC 它涵盖的份量太广了 那散热部分的话 除了这两档股票 已经也跟着涨上来 还是不会跌 但是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掌握这档 涨停板来操纵 还有什么 建策 看龙头建策 龙头建策 今天实际上是创了 创了一个今年的波段新高 再拉回的 这个股票不小心的 都会四位数字 那赵立跟新智信 刚才已经讲过 就不用多重复了 所以当然接着 这份资料里面 最重要就是最便宜的股票 就是一档记忆体 记忆体 你一定要掌握一档 没有记忆体的话 你就 你第一季就很麻烦了 一定要掌握一档 因为记忆体很多 滑邦电 威刚也可以 目前都还没涨 今天都是收黑的 因为这种股票 股本比较庞大 而且筹码比较大 所以经过一番震荡之后 目前都是机会 所以滑邦电 当然这个地方 为什么特别跟你选滑邦电 这一份记忆的记忆 它实在是AI里面很重要 以记忆体封测场的历程 策略联盟 搭载完成一个非常重要封章的服务 2.5D跟3D的封章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是这个地方 所谓AIPC所谓的 它的创造的一个升级版 那这个地方当然滑邦电 有跟上这个潮流 所以AIPC本身里面的很重要一档 第一交易股就是滑邦电 这档股票当然投资朋友 我一直在10月15号就提醒 27块是关键点 你又问我说老师 11月15号之后有没有提醒 当然有跌破 收盘的时候有时候收到20年有跌破 但它都什么 都是一天而已 你要关键点要观察三天 而且我的股票关键点破与不破 你注意它那个量都没有 因为我特别那天有跟你画一个大量 你想想看它每天跌破27块有量吗 没有 所以这样什么 因为大盘是一个大多头 所以它这些股票都已经 跟大盘是同步 甚至都已经领先上涨了 大盘代表什么 大盘根本就 根本不知道涨到哪里去 滑邦电都已经来到这边 创了今天破断的新高点 破断的新高点 那当然那时27块之后 你有27块来的时候 有多买一点的话 今天来到31.3 我昨天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先停看听 因为它会休息一下正一下 停看听怎么办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的河粉 你当然要续报 当然这个地方不能马上做加码动作 你说为什么 就是不能就可以了 三支头 二支头可以进入三支头 三支头进入四支头 五支头 看它的未来的法人 会再加码多少 这我会跟你分析报告 目前这股票 目前实际上 你想想看它涨多少 今年没有涨很多 如果10月27号24块6 涨到这边涨多少 还好吗 三成左右 三成左右而已 还不是很大 但那场红基 2353 那红基 AIPC的红基 它也是AIPC 都是大牛股 很像一跳起舞来了 它已经来涨了快一倍了 所以这地方 我们要好好安心 什么 破断要续报 它都可以 红基可能 那滑邦店 大牛不会太晚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只告诉你先不要追 但是我不是看坏它 因为并且它指标在那边 刚刚做个什么 低倒的黄金交叉 所以代表什么 31到33上这个地方 还是 还是不会跌 往这边靠近的话 你之前如果买很多 慢慢什么 分批下车也可以 我们今天当然是有 下车一些进来 因为这也是我们 答应会员 那时叫他一直买 一直买 因为我们25块 讲很早 所以后来我们就 加码再加码 所以这地方加码 当然是可以先 考虑破例一下 换一些更快的股票 来做操作 好 那加基 扩大技术利基 明年业绩合 跟加泽都有相关性 那加泽就是加基的母公司 那加泽本身 既然都来到 来到 创了它历史的天价 加基的 那个天价在哪 175.5 当然什么 拭目以待 包括它有TB5的概念股 加泽子公司 我们讲得很早 9月就跟你分析做报告过 都跟你分析报告 所以我们的股票 不是一口气就涨上 你都可以很容易跟得上 但是的确你会 你会眼睛 你会闭着眼睛 因为你不知道 我什么规划一张股票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大涨 什么时候该做价差 什么时候该什么 一张都不卖 现在这张股票 我们最后的上升点 就在155块 也是等很久 那现在我跟 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 如果它回到163块 我鼓励大家 不要放弃这张股票 还是失去我看好的原因 在于说 它有机会 会创它的天价 那我们最后的买进点 就12月155 运气 最后的上升点 就是155 但是它不会再来了 我肯定的告诉 它155要来的机会很少 那如果不小心 刚好老天要送给你礼物 这样有来 那你就弯腰剪钻石吧 这地方 这是我们当初的圣诞节礼物 小礼物 就这样子 高点在175.5 一眨眼搞不好 下礼拜 那个新年开红盘的时候 就过了 那详说也是我们今年的一档 代表高速传输的 AIPC里面都是要讲求素 这都是相关AIPC的概念股 详说 今年的765 今年1月6号 刚好新春 新年开红盘的过几天 我买了765 我也等很久 所以有时候真的 今年的 真的是年初涨到连尾 几乎是涨一个大波段 收最高 那今年的1月份的话 刚好是相对是个低老 因为大家那时都没有办法 很新的涨到一个波段 然后现在涨到多少 一倍多了 今天虽然没有再马上创波段的添加 它已经拿到1810块了 1800还占稳稳的 你今天买这个地方 包括那时我高级 1600这边还是要买 是买不是卖 你买东东赚钱 最好多200块 短线的价差也多200块 一张就20万了 你敢不敢买 对不对 700块等很久 到这地方让你等很久 这边稍微回车 马上涨上去 所以想说 这下一个买点在哪里 重点是 你买 有买在低档 你才有什么办法做价差 因为这张股票对我来讲 要再马上赚波段当然是没有 但价差很多 价差还是可以操作 创波段新高 你要再涨个一倍 我不敢跟你讲 但这张股票今年已经涨 超过一倍以上 我持续跟你追踪几个 最少三个月以上 年初跟你讲了一下子之后 涨了一小波1345 休息了一下 又第二个买点给你836 你看我对他了不了解 那高速传输的小 降溯涨完之后 等他休息的时候 就轮到什么 普瑞 那张股票要特别注意 还有一档就是6104 那张股票是 目前法轮故意在洗盘 等降溯不涨的时候 一二三就轮涨轮动 因为这些股票都一定什么 都是一样的题材 怎么可能会轮不到 所以你误自己轻易的看空 大内光更不要 跟你讲两千块大内光 以下 足底完成 五月多的时候 去年是从 一五二五跟你讲上来的 足底完成四个字 写这么清楚 结果你看看 九月 结果九月八号还告诉你 你说老师你真的是很 很让我们很很很 等很久 然后等多久 几个月 你做股票要赚个倍数 赚一倍两倍做个生意 你去哪里做生意 马上你的资金 你的公司可以 一年可以马上成长一倍两倍 都是经过一个艰困时期 只有股票最好赚 大内光那时的两千块 九月八号的时候还要两千块 最少你做的股票不会赔 他告诉你什么 最艰固的时候出来了 毛利率下降什么都不好 结果什么 利空出境 谁理他 我告诉你九月十一号 他发布利空之后 我告诉你就是不要理他 买就对了 已经第三个告诉你就可以买 上次赚一小波 这个赚一小波 如果你都不赚 现在赚更大 也是赚一波 但如果可以来回做价差 这张股票是台股的获利王 所以利空是买股票的好机会 我一直告诉你 买一家好公司 这个地方就是之前我们的 告诉你的大内光 的确最后我们的上升点 二三八零零 二三八零 而且告诉你 两千七百一十块 就是告诉你 准备就是 就挑战 像法人就给你调到三千二 一月份 一月份 一月份就来了 不要等到三千二的时候 才去 才去 才去说老师 我还会不会来死 三千二他就给你调到四千块 我认为他的高点应该是 应该是三四千块 所以这张股票 你就好好的续报 操纵也是今年的榨菜 十一 就二零二十年大 已经两支涨停板 已经开始起飞 最后我们就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地方 下个礼拜 就要迎接 美国最大消费电子展 那接着我们当然这个地方 就是宏肌 加肌 操纵后下一档喷射机 下周准备 要起飞 那上车之前要什么 买票啊 登机啊 不是吗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特别的方案 很便宜 一年就一次 我也回馈给我们的河粉 你喜欢便宜 但是不是免费的 那免费的 做股票 也要免费的 奇怪 你是赚大钱 要免费的资讯干什么 你当然是要那种开大门走正正牌的啊 免费之余一定有鬼嘛 干嘛免费 诈骗集团才会给你免费的啦 跟你讲真的啦 我是从来不 你要把他手续办 我才给你 而且我是有只受半教 一就是一 所以好运东东来 想要赚年终奖金 帮我当 帮我赚颇段行情 货币好好的把握 明年的2020年 一个开始 重新的开始 0803708870 勿余波 祝大家新年快乐 明年2024年再见了 拜拜 和淮珍带着您与钱同行